英国王室内外 一场激动人心的爱情戏正在上演 凯特王妃和威廉王子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威廉的背叛和罗斯的怀孕给王室带来了巨大压力与危机 凯特的命运备受瞩目 究竟这场充满风波与挑战的爱情故事会如何收场 让我们一同揭开这个令人扼腕的王室传奇 自从去年圣诞节之后 大家就没有见到凯特王妃了 相信这两个多月以来 饱受病痛折磨的不只有凯特 同时跟着王室新剧情心里七上八下的 还有关心凯特王妃的粉丝们 尤其是进入三月以来 英王室那边的故事堪称跌宕起伏扣人心弦 若拍成电影电视剧 不拿个奥斯卡金像奖 咱们就得吐槽那些评委没眼光 说到故事和那些小道消息 咱们就不得不回顾一下 其中的一些揪心事 最近网上盛传的便是 威廉的情妇罗斯怀孕 因为急于上位 而对凯特王妃亮剑 夏洛特公主护母心切为妈妈挡了刀子 在此同时 凯特也未能幸免 被划了喉咙 罗斯竟然怀孕了 天啊 这简直是让人措手不及呀 这下可压倒了凯特姐姐的最后一根稻草了 想想看凯特姐姐那会是什么表情呢 不过也难怪 罗斯可是有着无可比拟的魅力 她怀上皇室宝宝 这不仅是一场宫斗的升级版 更是一次王室权力的角逐 而这一切都让我们的威廉王子成了查尔斯的心头肉 爱 世事难料啊 快跟小编一起揭秘这场皇室风波的背后 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吧 大家有没有听说威廉王子和一位叫罗斯的私交甚密 而且他竟然怀了他的孩子 天哪 这不是闹剧吗 传言一出 整个社交媒体炸开了锅 公众情绪沸腾 一片哗然 但是这到底是真是假呢 让我们来揭开这个谜底 看看真相如何 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一直被视为典范夫妻 但罗斯的出现却打破了这一传统 罗斯不仅是威廉的密友 还是他的知己 两人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 而凯特王妃在这传闻中扮演的角色备受关注 他对威廉的不忠是否有迹可循 道德标准与公众情绪 立即成为焦点 公众情绪纷纷响应 有人对威廉的行为感到愤怒 认为他辜负了公众的期望 而另一些人则支持凯特 认为他应该为自己的幸福负责 然而 这个事件也引发了对道德标准的反思 在现代社会 我们对王室成员的行为究竟期待什么 他们是否应该被视为道德的楷模 我们不得不承认 传言只是事实的一部分 王室的私生活向来是神秘的 传言往往只是冰山一角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我们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不被谣言所左右 只有通过深入调查和客观分析 才能真正了解事实的真相 舆论狂潮下 我们不禁要问 我们是否过分追求完美 而忽略了人性的复杂性 我们是否应该给予王室成员更多的理解和包容 在这个虚实交织的世界里 我们需要更加谨慎地对待新闻和传言 只有如此 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 不被谣言所左右 真正了解事实的真相 威廉王子 这位英国王室的耀眼明星 他的生平经历可真是丰富多彩 从小就备受瞩目 被寄予了无比的期望 他的成长过程被媒体无所不在地关注着 每一个举动都备受瞩目 而当他和凯特王妃的婚事成为全世界的焦点时 他更是成为了公众瞩目的焦点 然而 这次的事件却让他陷入了风波之中 他的生平经历也因此受到了挑战 接下来 让我们再来看看凯特王妃的生平经历 他的优雅和风度让人们为之倾倒 他和威廉王子的爱情故事 更是被誉为现代童话 然而 这次的事件却让他陷入了舆论的漩涡 他的选择备受争议 也让他的生平经历变得扑朔迷离 最后 我们再来看看那位名叫罗斯的女士 他虽然不是王室成员 但他和威廉王子的私交甚密 是他的知己 他的出现打破了威廉和凯特之间的祥和 也让整个王室陷入了动荡之中 他的生平经历虽然不为人知 但他的名字却因这次事件而广为人知 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 这些人的生平经历都充满了传奇色彩 他们的选择和行为不仅影响着自己 也影响着整个社会 在这个充满风云变换的世界里 我们不妨多一点理解和包容 也许这样 我们才能更好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迎接未来的美好 哎呀呀 现在我们来聊一聊 这场事件引起的舆论反响吧 这个话题简直比火爆的综艺节目 还要激动人心 别说 这个舆论可真是五花八门 各种声音都有 简直就像一场大混战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威廉王子的反响吧 这位王室的耀眼明星 在这场风波中可谓是备受瞩目 有人对他的行为表示愤怒和失望 认为他辜负了公众的期望 而另一些人则对他表示理解和支持 认为他也是一个普通人 有情感 有喜怒哀乐 舆论之间的分歧可谓是五花八门 让人眼花缭乱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看凯特王妃的反响 作为王室成员 他的一举一动都备受瞩目 在这次事件中 他的选择备受争议 有人支持他 认为他应该为自己的幸福负责 而也有人对他表示失望 认为他辜负了公众的期待 舆论的反响之大 简直就像是一场旋风 让人难以捉摸 虽然他不是王室成员 但他的名字却因这次事件而广为人知 有人对他表示同情和支持 认为他应该追求自己的幸福 而也有人对他表示愤怒和谴责 认为他破坏了王室的祥和 舆论的反响之多 简直就像是一场烟花秀 五彩缤纷 纷繁复杂 总的来说 这场事件引起的舆论反响之大 简直就像是一场大狂欢 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 让人眼花缭乱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我们不妨多一点理解和包容 也许这样 我们才能更好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迎接未来的美好 嗨 亲爱的读者们 来聊聊这次的大事件吧 我个人对这次事件的看法是 无论我们是否是王室的粉丝 我们都应该尊重 每个人的选择和权利 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的婚姻关系 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我们没有权利去评判和指责 而罗斯作为一个普通人 他也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我们也应该给予他理解和尊重 在面对这样的事件时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 保持理性思考和尊重他人的选择 凯特和威廉的爱情故事 不仅仅是关乎个人情感 更是一场关乎王室命运 和国家形象的传奇 他们在爱情的磨难中成长 用智慧与勇气 共同面对困境 最终走向幸福 王室的未来 仍然充满挑战与变数 但凯特和威廉的坚韧和团结 展现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 他们的选择和决定 让人们对王室的信心和期待 更加坚定 也让王室在现代社会中 焕发出新的活力和魅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